大家好 今天是6月13日 今天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下午開了記者會 講述財政預算案 派一萬元的消費券分兩個階段 以為主要是講第二階段的技術安排 但原來也有些實質的遊戲規則的改變 很明顯都是針對移民的港人 沒有份取消費券 消費券的背景就是第五波疫情年初爆發 波波2月的財政預算案 再派一萬元的消費券分兩個階段 目的都是刺激消費 經濟已經死死下了 駐日花的活力當時已經擴大了 除了18歲永久性居民之外 都已經擴大了那些新來港人士 第一階段的五千元大家都應該收了 下午的記者會 一般估計都講了很多 要增加多一些電子平台 市民就可以更加方便 都想不到 之前都沒有什麼風聲 原來不單止多了一些平台 還有一些實質的變動 就是改了什麼人士合資格 就是拿這個消費券 簡單來說 就剔除了一些移民的香港人 主要的 特別是過去這一兩年 但是又放寬了有些 增加了什麼呢 估計應該都是大部分 來自內地的一些外來的學生 或者來香港做事的人士 很主要相信都是在內地那裡 一個計劃中途 就是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派了 然後第二階段就是開始派 這樣是實質性 就是那個遊戲規則改了的話 明顯是照顧一些內地來港的人士 又針對一些移民 就真的做得太著跡了 派錢都搞一些 原本的目的就是救經濟 但是現在就有些政治掛稅的味道 甚至就是消費券 都搞一些DQ 現在都不是很清楚 究竟拿了第一期那些 你現在改了一個規定 其實第二期 就是理論上 可能都已經不符合資格 其實有沒有必要搞這麼多東西呢 陳茂波就說 這個第二階段 他用了優化 除了說 剛才說到 18歲永久居民 新來港人士之外 還擴大了一行 叫做 有條件成為永久性居民的香港居民 這個說法都幾有趣 有條件成為永久性居民 這樣的放寬 就多了三十萬受惠 那麼 增加在開支下 但是另一方面 就收緊了 將那些永久離開 或者是有意圖永久離開的香港人士 就會被取消資格了 政府就說 他考慮哪些所謂 離開或者有意圖離開呢 就考慮準則 主要有四個 包括 是不是沒有一些特定的原因之下 在2019年的6月18日到2022年的6月22日期間 不是在香港 曾否以永久性離開香港為理由呢 就提交有效申請 包括例如提前拿了一些公積金 是不是持有一些本地簽法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是不是有任何證據或者資料 使政府相信 它是在可見的將來 無意返回香港 這些所謂的準則 其實都真是可以很主觀 就是說 你要解釋 你要解釋 這段時間為什麼不是香港 你要解釋 為什麼你是有意返回香港 他就說這些個案 會交給入境處去負責 就是這樣說 陳茂波就解釋 這些修訂都是因為社會上有意見 立法會議員有意見 所以就優化 這類這樣的官方語言 就是 小心點聽 所謂優化 說到都是好東西來的 要仔細點看 究竟是好東西 還是找東西來搞 還是有其他的政治目的 消費券計劃 年初公佈的時候 其實當時都已經 看到了 《國安法》生效之後 已經當時都有估計 近10萬人已經移民 所以陳茂波在3月的時候 已經被記者問到這個問題 他當時說 已經考慮了這個移民的因素 就解釋 入境處其實沒有紀錄 市民是否移民 因為香港容許自由進出 離港可能是讀書工作 移居外地探親等等 離開香港的時候 也不需要跟政府表明 我是去移民 或者短暫出行 沒有這件事的 他就強調 當時已經要求派發 倒數兩年之內 至少需要有一天在香港 加上消費券需要在香港使用 就已經有一定的把關 措施這樣說 政府一直都強調 沒有官方的移民數字 所以其實是難以估計 這個新的規定之下 有多少人將會被DQ 拿不到這個消費券 而正如陳茂波所說 這個計劃其實一直有把關 但是今天打倒了罪日的我 現在下去入境處 還說負責檢查 整個計劃的實施 變得越來越糟糕複雜 明顯都是說 因為出了一些政治聲音 政治聲音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移民潮 很明顯是2019年 反修例風暴而起 接著藍絲 很多藍絲就形容 這些來港的人 大部分都是所謂黃人 所謂黃絲 既然他們要走 都不應該拿消費券 沒有統計數字 但是一般相信 來港的大部分的港人 都傾向一些民主派 或者支持民主的人士 相信這個都是事實 但是當中 實際上有多少 真的有拿消費券呢 實際的數目可能不大 因為都有一些規定等等 都沒有看什麼發到風險 無論如何 這個數目就肯定遠遠少 新加了30萬的受惠者 30萬 就算說說移民有10萬 究竟你新增 多多少少都會少 新增加的一些受惠者 都不一定 林鄭對移民潮一直的說法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前特首梁振英還說 如果去英國那些 就不是移民 只是移居 都是一種不在乎的態度 但實際上 都是相當之介意的 如果不是 就解釋不了 今次陳某波決意出手 看來政治姿態太多 是實際的 即是政治姿態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黃絲 要走 不僅不會留稅 他們 勸他們留下 更加要令他們 令他們感到沒有人 五千元 其實可能很多都未必會想著拿 但是就不給你 相反地 他說的所謂有條件成為永久性居民 有條件 但是不代表他們 是不是已經真正符合 第一 第二 他們符合的話 是不是真的留在香港發展 但是現在政府 就很關愛這一班 有些所謂特別照顧 鼓勵他們這些人 留在香港發展 就對那些已經離了香港 或者想著離了香港 那些有些鬥氣的味道 現在離開的 基本上很多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政府這麼冷漠對待 已經離開了的 相信就會更加死心 有意離開的 可能就會想 政府現在這次派了幾百億的公帑 是每個香港人都有份累積的財富 其實還富於民 刺激經濟 都是好事一中 但是為什麼最終都搞這些 搞一些鬥爭 真是那句 心更冷 心更冷 不好意思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